欢迎来到今天的单元,动词 那我们可以知道动词有分 它是规则还有不规则的动词 那其中呢,你要写文章的时候 你要发现说,其实它还有五种分类 一个是完全集物动词 完全集物动词 跟不完全集物动词 以及完全不集物动词 不完全不集物动词还有授语动词 这有分五大类 那因为单字大家都要去了解说 它其实有分磁性 还有用法,在字典里面都会有 那如果没有字典的情况下 可以介绍一个网站 网站给大家看一看,可以上去了解 这个网站是叫wikitinary 它是一个开放的 大家可以在上面输入文字 比如说我要找一个open 可以发现说它就找出来之后它的用法在这里 还有它的发音方法 这边其实都有,怎么去发音 它是形容词,然后怎么样去分析这些字 大家有空可以上去看看 那今天要为大家讲的就是说 先是今天要进入的单元则是一个VT 应该是说是完全集物动词 那前面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说 如何去做这些动词去分类很重要 那也可以了解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在文章上面能够去反应 所以我们之前稍早以前也有讲过一些例子 那我们今天再来用一下 比如说之前讲到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之前讲到的一个例子是 它其实是一个很多用法 那其中一个用法就是说它是一个VT 就是它是集物动词 集物动词就是说它如果没有后面这个是不完全的 一定要接一个收纸在后面去诠释它 那这个句子才算完整 所以这个the man opened the door 那翻进字典以后发现open的 但是如果它是在集物动词里面它是打开的意思 所以这个人这个the man主词加一个动词 open the door一个受词 那这边在这边简单介绍 希望大家可以翻翻字典那再找 那今天出一个题目是说 之前一定还有讲一个例子是 the man search the house 我来让我写一写 让我写一下这个 前面之前讲过的例子 the man search the house the man search the house 那大家可以去翻一翻这个是 这个字 等一下讲的这个字呢 是它是完全集物呢 还是 它是不集物动词 还是集物动词 它可以翻翻字典里面 看它还有没有其他意思 那今天的作业是这个 今天的作业是这个 有点重量的 是这个 有点重量的